如果在殯儀館戴以下水晶也可以 不過最好就是戴歷賴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每天會準時12時和你見面 有粉絲人問我 首先講一下Touch Road 大家例事 他又問Peter Sir 萬一要去殯儀館戴什麼水晶手鏈 可以幫助到一些不好的能量 他很擔心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經常都會講的 這個金運石 閃靈鑽 天鐵 車渠 雷雷 當然這些都可以的 那哪些是最強 哪些是最弱 金運石都可以 不過金運石我經常講的 它有分左右的 它只是能量哈佛哈佛 能量就是最弱的一種 黑耀石 金耀石都可以的 其實我會建議它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帶完之後它會出現異象 如果出現異象 你可以回歸大地又換了一條 因為它又便宜了 那你說閃靈鑽 天鐵 車渠 當然是 Power 都很強 但問題是它這麼漂亮 你不捨得帶去這些地方 但是朱日祥最建議的是什麼呢 歷麗 為什麼呢 他能量真是 我經常說刀槍不入 水火不侵的人 我試過有位粉絲 他跟他朋友去泰國酒店住 他帶了 他聽不到靈異的聲音 但他朋友沒有帶 是晚上聽到別人跟他聊天 所以歷麗來說 保護性是最強最大的一個護法性